星期六一大早在金融市民活动中心就开始忙个不停 早上六点多就陆续会由民众拿回收物来 不一会功夫大门前的空间就堆满了瓶瓶罐罐 还有纸箱等回收物 系纸金融里黄金自收站从民国101年开张到现在已经11年 每个礼拜回收量几乎都是五顿起跳 是系纸各站中最多 所以志工们几乎都不敢休息 就怕回收量会保证 那只要我们休息过一次 第二次就要做 做一整天都做不完 一次都要动员好多人来帮忙做 因为五顿以上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五顿是以下 清明姐到 我说你们清明姐要不要休 不要休 不要休 休了 下一次来我们就要做得要死要活 所以不行 所以我们都不敢休 每次我们都差不多七点开始做 因为本来我们公告是八点 后来一直提前 像五点 他五点六点的时候扫地扫完 然后很多民众他们已经拿来排队了 所以很多志工都觉得说 让他们排到八点不好意思 所以都直接先做 先收 就变成一直在提前 现在我们变成七点就要开始做 然后要做到十二点 那个纸类来分类来做放防保袋 家里整理一下 防保袋可以节省很多钱 好像十年以上了吧 这开始有我们就有了嘛 我们就说老人家的工啊 可以放保可以换 换垃圾袋就可以 将家中不要的宝特瓶之类等回收物分类整理之后 每个星期六就运来活动中心 可以做环保还能换一些专用垃圾袋 卫生纸等生活用品 所以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当然回收量大最辛苦的还是志工们 因为民众拿来回收整理之后 接着垃圾车来还得忙着扛上车 这一来一回回收五顿就等于要 斑斑抬抬十顿的量 不过志工们不含苦还很开心 每个礼拜六早上七点 我们大家都都 就会自动自发的来这边做志工做自收 然后做完是真的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把环境给弄好 我们的经费都是拿来做一些工艺 这也是我们很乐见的一些一个事情 那因为志工也很 很向心力的一直要做这个 因为这个钱我们的这个金额蛮大的 而且我们都会用在像做我们金融礼的利美化 做那个奖学金的发放 跟像我们做一个商账的补助 都用在工艺上 资收回馈金会用来关怀弱势 金融礼在为环境敬奋心力的同时 也做爱心让黄金资收战更有意义 就像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